终于祖国 终于人民 接受人民监督 教务车 教务车快点 来人帮我提着 富强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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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六次天安门事件 届满29周年 但北京政府还是不承认 当年血腥镇压 我要求人不止真相 真相就是 不止当年的真相 不止家属要真相 外界也想要 六次前期美国联邦参议员 卢比欧众议员史密斯 发表声明 要求北京政府 无条件释放 应纪念六四 入狱的政治犯 并清算党和军队 犯下的可怕暴力 国公路委会也要求 中国面对历史 尽快启动民主改革 而在香港也有一群人 用歌唱 骑单车的方式 悼念六四 并在4号当天 举办晚会 呼吁年轻世代 不要忘记六四 但中国政府一如往常 封锁相关讨论 持续竞争 还打压 纪念活动 去世了五十一位乱主 那么我们现在 应该是126位 老人看不到 这点视频的解决 其实他们不在那一半 他们有生之年 等得到吗 就看习近平的民主 会不会变成真的 苹果欢庆十五周年 送你百元C的米券 再抽十万现金大奖 还有2018市族冠军赛门票 现在就下载 台湾苹果日报APP 请不吝点赞